大家好,本人是庄谨证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我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要讲讲运动受伤,还有撞车后应该怎么做 我们第一个病例呢,是一个大学生 他是一个Berkeley的羽毛球的team player 他是在Berkeley里面呢,不只是学了电脑工程师啊 他的爱好也是打羽毛球 而且他打的羽毛球啊,不是说像你我打的羽毛球 他是非常激烈的 他是校队里面的 他呢,打打打 就有一天呢,来找我 说他的脚就是出不了力了 他打羽毛球很激烈的嘛 要跳啊,要碰碰跳跳的 所以他一下地的时候呢,他的右脚就开始有一点响的声音 哆哆哆哆哆响的声音 而且开始有痛啊 这样对一个特别专业的羽毛球来说 那就特别影响特别大了 所以把他检查之后呢 原来他这么多年来的打羽毛球啊 他的右脚的筋呢,有撕裂 撕裂之后呢,身体很聪明的哦 就开始去把它给补住了 就很多这种沾黏啊,硬化 可是沾黏硬化是,其实本身是一个好事 是来弥补这个撕裂,这个裂痕呢 可是多了呢,就当然不好了 这些硬化啊,就僵硬 就把那个关节呢,就比较,比较不会这么灵活的 他说,他来看我之后 我就解释给他听,现在的治疗应该怎么样 第一,首先特别难 可是他需要休息四个礼拜 然后我们就用超新波 用硬波把它给打散 把那些硬化啊,给他开始 dissolve some of the scar tissue 所以他不会这么僵硬了 之后呢,我们还是需要用治疗 然后就用正骨的治疗 脚也有关节 有关节就可以正骨 所以经过大约三个礼拜之后呢 他其实痛已经几乎好了很多了 可是呢,我还是建议他还是休息多三个礼拜 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非常痛的 可是为了他自己以后将来呢 他就配合了我 他总共休息了六个礼拜 不打羽毛球 挑证之后啊,物理治疗,症骨之后 他现在百分之一百的康复了 而且,我真的很希望能说他的名字 他去参加我们美国国家的Pan American 也是属于一种Olympic的一种比赛 所以他打得非常非常好 好,下一个病例呢 我们讲讲腰痛的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也是来自台湾的了 他呢,两年前撞了车 撞车之后是特别严重的 就是他家里卧床了两天 可是呢,年轻嘛 两天后,他的腰就不痛了 隔了两年后 他的腰又开始发作 所以就去看了腿哪丝了 按摩丝了,针灸丝了 看了一段时间呢,还是不能好了 最后经过朋友介绍呢,就来找我 我就细心的帮他检查过 就是觉得有点怀疑了 那两年前撞车之后 怎么现在才产生呢 所以经过检查 经过那些调查之后呢 知道他的腰不是单单的 这么简单的腰疼 因为他还有能发泄到别的地方 所以帮他拍个X光之后 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那下一步我就order MRI 就是素描了 素描结果呢 他的腰椎有一个瘤 不大,有一个瘤 所以就跟病人好好讲一讲 说这个呢,需要再彻底去检查 我就介绍他给一个专家 专家彻底的发现呢 是一个矮瘤 那还好呢,是能及时发现 所以他就经过半年的治疗 化疗啊,化疗啊 Radiation啊 那就缓解了 最后我记得他化疗之后的六七个月 回来诊所跟他女朋友 就非常感激 说我们能临时发现他这个爱流 所以观众们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腰痛呢 90%呢 是腰酸被痛 是关节啊 肌肉的疼痛啊 可是还有部分的腰痛呢 是挺严重的 可以是肾 肝 其他的比较严重的发泄出来的 所以腰痛不是这么简单 有的话 要好好去看医生查一下 他的因素是什么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下一个节目呢 我们要讲讲头痛 希望下次再见 谢谢